我们看一下一个月薪二十二百k的程序员啊的一个号玩的怎么样啊 159花生4 我们 也就是这这这了啊帽子的话是精轻项链的话肯定带神浓啊因为他帽子如果是精轻的话项链必带神浓衣服的话哦我就想一个用这样配饰的人一个这样的啊 项链帽子和腰带啊鞋子天花板的人为什么要带个140的衣服原来衣服在这写着呢啊 14乘以个12是168初始防御的话是280 140的防御极限是300他是一个280再加11啊280再加11啊是综合属性的话是291双加的话是81啊 81的话比别的特技的衣服增加了21个属性点21个属性点剩一个1.5防御加291相当于322双加60的特技衣服啊 然后少了一段宝石这个衣服的话如果换算成150的话大概能只剩一个6万块钱啊 如果换算成150的话160因为专用的话没法算吧如果给你们换算成100150的高属性特技衣服 而且是涨价之前的啊我以前也带过150的特技衣服 梧桐也带过梧桐现在好像还是150啊 这种衣服的话就是级别啊是一个6万块钱级别的衣服啊 腰带的话愤怒笑礼吗 武器是笑礼吗啊武器是笑礼啊愤怒流云啊88细节非常好腰带的话属性也爆高血高防加熔炼 这号真的没啥问题没啥瑕疵零事的话其实不用看了下牌的手镯必然是三法王 一定是三法王 老板 你和石头岭还是跟大唐有仇 你们159级没有DTA得稍微尊重一下法系吧 他妈化生四代他妈六防御 也就是说你有这样的硬件要不然你的硬件超过你的团队 要不然你的团队硬件超强啊 老板开工资就更新每个月15号开工资 啊给你个建议啊就是 给这个灵士 给给手镯后配饰的其中一个卖了 然后换成三法王啊给法王灵士再往上上一上啊 宝宝第一只是千速 归宿啊 第二只利皮避垒 第三只12技能高连 第四只11技能避垒 啊 八技能善恶啊 超高资质 打输打成的资质这么少的很少见啊 基本上资质们这么好都是拍授觉 但是八技能不可能拍授觉 八技能利皮避垒都是实用性的好 11技能利皮避垒 这只宝宝是打成的还拍授觉的 打成的话 太难了吧 打成的话就是苦难打的 要不然就拍授觉 11技能狂暴是咋咋来的 打成 善恶 双子1600 利皮避垒 双子1600 杀人利皮啊 特性利破 打输打成了 谁打的 啊 超级神牛越秒越多啊 宝宝有进步的空间 装备基本上差不多给鬼爷的号下了啊 鬼爷好牛逼 鬼爷